新闻兄弟们 欢迎收看关键的是吧 今天很多人在电视萤幕前听到图明层 而且他那种非常悲愤的指控的时候 都感同身受 也都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点出了一个现在大家共同的感觉 就是你现在在台湾 你被人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 你今天就在杀人者 用非常残暴的手段去伤害别人 受害者得不到公道 而伤害者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现在很冷静 这一句话是我代表受害遗嘱的心情讲的 这一句话是我代替那些 每个晚上流眼泪睡不着的受害遗嘱讲的 废死团体都给他滚进18层地狱 其实图明层的二姐 也讲出台湾很多台湾的心声 今天在台湾主张死刑 或者主张应该有的合理的公道 其实占了八成以上 可是台湾现在莫名其妙是 一个变成了一个被少数所把持的社会 今天我们的政府跟废子团体 他结下了一个结界 这个结界就算你犯了滔天大罪 就算你犯了人神共灭 等于说大家共同 觉得非常可恶的这种罪行 不用担心 你不会得到死刑 你就算被判了死刑 你也不会执行 因为所有执行死刑的门 全部都被政府跟废死团体 牢牢地封住了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 对大家分享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州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子报的东方 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资争的剩议局长 林玉峰 大家好 两个应公殉职的原警 他们现在家属一个一个跳出来了 一个一个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政府提出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 土耳其他点出了一个 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情 一个我得不到公道 原来我们的政府已经设下了一个结界 捐捐就算你犯了滔天大罪 你也不用担心 你不会判判死刑 你判了死刑 你也不会执行 还有你没有想到 现在的外衣监 已经变成了权贵 权贵逃脱惩罚的这个世外桃源了 对 因为真的这几天我们看到 包含司法 法务部 包含司法院 大家都在贴 都在踢皮球 所以这些家属是不能接受吧 我们昨天就看到了 这个曹瑞姐的叔叔 直接出来说什么东西 拜托 你们要赶快判死刑 一定要执行 然后刚刚看到图明才的二姐 图明才的二姐说什么东西 他刚刚讲话是 讲到身内俱下 他说废死团体 你们介入 很有可能 他的正义是得不到伸张 过去他们遇到什么状况 第一件事情 他们第一个 看到自己的至今好友 当场被这个凶手 残忍凶杀的画面 什么意思呢 因为图明才大姐说 那个凶手 是拉住图明才 拉住图明才 已经把他这个流血 已经在流 还拿枪指的图明才 那边拿枪指的图明尘 然后脸上还露出邪恶的微笑 露出微笑 然后这样把图明的勒臂 然后血流干之后的 再去攻击另外一个 朝瑞捷的园警 所以这些东西给家属看到后 已经是第一重杀害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让他们更痛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台湾的司法制度 很有可能这个加害者 是可能十年二十年后 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因为我们今天才知道说 原来民进党政府 跟这个废子团体 已经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结界 这个完美的结界是 第一个 法官现在有非常大的压力 现在法官不根本 不敢去判死刑 好 就算有法官判死刑 你要执行死刑的过程里面 你说所有的门都被封掉了 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 徒名称的二姐 刚刚韩哲泪在诉控什么 她说 她这一句话是代表 受害遗述 以所有的家人讲 她说 废死团体嘛 这是她讲 叫这些人去下十八成第一 为什么 因为宝贤哥 你刚刚讲的完美的结界是什么 今天法务部跟司法院 竟然打起嘴炮了 法务部说 现在三十八个死刑 没有执行死刑原因 不是我法务部不执行死刑 是因为这些人都申请释憲 都申请释憲 你释憲 司法院不召开大法院 我没办法执行死刑 司法部说什么 这个申请释憲 之后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 是以法务部在2020年定的 不是我司法部不召开 可是无论如何 对于受害者家族 他意思是什么东西 总之这个犯人 在跟一审跟二审跟三审跟四审之后 一样 我只要申请释憲 我申请释憲 大法官没有召开会议 释憲要没有下来 不好意思 我的信命就不断的延长了 那你可以跟 办法官会议啊 就代表 你根本航性仪器啊 对 好 状况就来了 那好 你今天法务部 第一件事情 你法务部要修正法 就已经很奇怪 为什么要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要说 让这些人释憲完之后 你才能执行相决 你说这个法条 是2020年通过的 那不是已经连任了吗 对 连任后通过 这就是这个法条的修正条文 原本的修正条文 在这边我已经念给大家听了 他说对于这种判死刑的人 要非常散述 再审程序 有无申请司法院大法官 解释程序进行之后 这些全部做完之后 你才能去执行所谓的枪权 可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 很多的案子 再残的案子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地院 高院 最高院 跟一省 跟二省 跟三省 跟四省 好几十几位法官 都判死刑的 你还给这些犯人 申请司线的权利 所以2020年 这个法议通过之后 现在关了38个死囚 对不对 每个都申请司线 每个 我每个都申请司线 我所有理由都会申请司线 明白 今天讲 今天大家要把焦点 矛头对象的废纸团体后 以前废纸团体 还会给你反驳两句 以前废纸团体 还会这样子 defend两句 他没有了 他完全不在乎 他完全气定神仙 他说我们不针对个案 去做任何的推动 为什么 我根本不在乎 你们战什么 我已经有上方保健了 我已经有失线了 宪法在保护我吧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吗 这38个死囚 很多都拿枪或拿到杀死人 对不对 有人视线说 枪爆弹药 快掏械管理条例 是违法人权的 是违宪的 然后有人说 连枪爆管理条例都是违宪的 美国人可以有枪 为什么我不可以有枪 有人去申请这个 然后有人去申请什么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是违宪的 然后有人去申请说什么东西 有人说 我不能每一个法官 都同样的法官 要不同的法官 他根本二线搞吧 对 全部二线搞 反正对于他们律师来说 对 如果他们真的 让他们事前成功 就代表 我可以随时打敲 如果他们事前成功 代表我吸毒无罪 吸毒也无罪嘛 但是问题是光这些人有 然后民进党政府 就纵容这种事情发生 问题是光这些人有 事前的权力 都是错误的嘛 原因很简单 你犯的罪 就是以现在法条来论嘛 那跟宪法有什么关系 事前是事前 你犯的罪是犯的罪 我跟他讲这有多夸张 第一件事情 有个恩主公议院 有个叫沈文斌的 沈文斌 杀人弃尸 然后他从地院 高院 罪高院 跟事审 18个法官都判他死刑 他现在关在这边 没事 为什么没事 他申请事件 他申请事件 所以没事 不会被执行死刑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呢 有个叫做吴敏诚的 吴敏诚这有多夸张 1993年 他已经把他女友 杀掉过一个女友了 因为呢 他说是意识气愤 所以杀掉女友 自首减刑 只判8年 判8年 我们的法务部 刚好又修正假释条例 原本做一半才能出来 现在呢 做三分之一就可以出来 所以杀女友听清楚哦 判8年 做2年9个月就出来 他已经杀过一次女友了 2009年 只关2年9个月 对 2009年 又杀一个女友 又杀一个女友 这是要判死刑的 你知道他律师哦 跟这个所谓的 辩护人家里说什么东西 说 我从他的案子看起来 他只杀女友 应该不会杀你们 所以没有永远 跟世界隔离的必要 这是他律师在庭堂上讲的 对 然后他还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人哦 不是残忍 他只是在处理感情上有瑕疵 他认为一个上帝 造出一个人是瑕疵的 你就要把他销毁 这个不合理 你听得下去吗 他已经杀过一次女友 对 做2年9个月就出来 又杀了第二个女友 然后呢 现在在牢里面 法务部不签署执行 因为有这个案子 因为呢 他在视线 所以就放过他 所以现在整个社会 难怪说为什么 现在所有的家族这么悲愤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受害的这些什么的亲兄弟 你得不到公道啊 对 所以我刚才把这些事情讲 然后大家才能理解 为什么图名城的大姐 图名城的二姐 曹瑞姐的叔叔 会弃成这样 现在图名城的大姐 你知道他有多生气吗 刚刚我看到受访是二姐 对 大姐有多生气 大姐说 我为了要这个 让法官早一点判这个凶手死刑 我愿意点头让图名城去什么 去做解剖 解剖这件事情 对他们家人有什么意义 因为图名城他已经深咒19刀 对他而言每多一刀 即便是解剖 他家人新的感情在关都过不去 可是图名城的大姐说 没有关系 我就是为了让法官尽快离奇案情 我同意图名城去做所谓解剖 你能不能想要他家人在心中挣扎吗 然后呢 他说凶险有人权 那被害的人权呢 请问你们大家都在讲 这个凶险有人权 要一审二审三审跟一跟二跟三跟四 在四线 结果之后才能去执行实行 对 那请问这个图名城 曹瑞姐 有人给他一审二审跟一审跟二审 跟三审跟四审权力吗 九秒钟他们性命就消失掉了嘛 所以这是家人最沉重的指控 更扯的事情是 现在法务部的矫正署还在讲屁话嘛 他说什么 这个不是逃狱 这叫御驾未归嘛 这个完全 曹瑞姐俗师完全不能接受嘛 什么叫逃狱 他们还给我一本证件 我看矫正署的署长黄俊棠 大家听听啊 他还一本证件讲 脱逃跟御驾未归不一样 脱逃是从监狱所内逃跑出去 御驾未归是放假时间到 未准时回来 所以他愈加未归 所以这是他们家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嘛 他们在谈什么 今天不是只有一个曹瑞姐跟屠明层 未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曹瑞姐 另外一个屠明层嘛 所以整件事情引爆社会压力锅 就在这边 第一个 现在政府你要负责 死刑 很多人喊费死 你到底 要不要执行死刑 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妙的 他也不敢费死 他知道这个社会压力很大 他也知道说 这个对我的选举会有影响 所以我嘴巴不想废死 可是所有的废死的条件 我都给你具备了 另外一件事情你不废死 可是你不执行死刑 不是形容废死吧 你帮这些死刑犯 找了很多例外的条款 连视线都可以让死刑犯用 请问那你不是实质支持废死吗 所以这件事第一个 法条要不要修 第二个外界要不要管理 第三件事情现在死刑犯 要不要执行 我再讲一遍 这些死刑犯 每一个都是地院高院最高院 跟一跟二跟三跟四 然后十几位法官 连席一个一个判下都是死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带我还社会一个公道 好 所以一峰 刚才讲的 现在民进党政府 跟这个所谓的非诚谈 弄了一个完美的结界 那不讲民进党 他也有所谓的执行死刑 跟你讲 他执行死刑的时间都很妙 都跟他的民调低落 非常有关系 就是我民调很低的时候 我就棒的一个人 来提升我的民调 但是这个时刻 你再听一听看 为什么现在 屠明城的二姐会这么生气 他其实讲出很多人的心声 大家觉得 这个社会再这样搞下去 我会有我的公道吗 我现在很冷静 这一句话 是我代表受害遗嘱的心情讲的 他都误要说 这一句话 是我代替那些 每个晚上流眼泪 睡不着的受害遗嘱讲的 黑死团体 都跟他关进十八成地狱 运萍 你知道对现在的政治人物来讲 所有的事情 都是政治工具 所有的事情 都是选举操作 所以跟他讲 台湾有没有执行死刑 有 我觉得妙的是 每次执行死刑 都要在什么时刻 在他们民调最低的时刻 对 这些执行犯 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可怜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打掉 他们不是说 哎我们不会被打掉 当政治人物 有政治风波 当你政治人物名校低的时候 我們就丟一個出來 丟一個出來執行 好 這個人真的是該死 他是李鴻基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對妻女家暴 結果呢 2014年犯了這個 把小朋友抓走 進去關 出獄之後呢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再去抓他的小朋友 結果呢 他的小孩嗎 對 他自己的小孩喔 結果他的前妻跑出來保護小孩 他竟然把前妻給殺了 然後把大女兒給抓走 小女兒趁機 跑回他的安晴班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竟然也把女兒給殺了 把大女兒給殺了 對 大女兒也被他給殺了 這個狀況應該該死了吧 好 結果呢 他判死之後呢 從2016年到2018年 都沒有執行死刑 但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概記不起 2018年的時候 823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全台暴雨 大淹水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中南部淹水非常的嚴重 這個時候呢 總統蔡英文 他一定要去勘災嘛 一定要去視察嘛 對不對 大家等著他要過來的時候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為他要穿著青蛙裝 記者穿著青蛙裝 還有這些災民在那邊補啊補了之後呢 竟然看到八輪的雲爆 八輪的雲爆裝甲車竟蹲 跳過 suit 他過來的情況之下 發生什麼事情 已經淹水了 你又做一個裝甲車 而且呢 總統出出去的時候呢 前後還有其他的這些水污的車輛 我們都已經在淹水了 你還裝甲車 噗噗噗噗噗 水就溢出來了 對 蔡英文就罵 你現在在選記憶 你是在敗票是不是 因為他在上面嘛 蔡英文總統在上面 然後把他蓋著打開 你還高中在上 你在上面看 然後大家 你這樣不行 蔡英文總統被批評說 你這個東西就是選舉 就是來敗票 如果你是要來勘災的 你就要走嘛 你要穿著青蛙裝 跟我們一起苦民所苦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民調非常的嚴重 一下子崩落 那時候2018年的時候 大家印象應該還有深刻吧 年底11月要選什麼 九合一 縣市長選舉 這個時候民調低怎麼辦 想到了誰 李鴻金 李鴻金你殺了自己的前妻 你又殺了自己的大女兒 就把自己抓起來 該不該死 2018年我們再講吧 8月23 這個時候大淹水 然後呢民調暴落了之後 8月31馬上執行槍決 李鴻金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沒有我們剛剛提到說 事件要幹嘛的 當你要殺的時候 我都可以找到 對 當你要出手的時候 你都可以找到法員根據 當你不動他的時候呢 其實他就是納順的人在養著 所以你現在說到南岸講說 今天你每次都是在你執政不利的時候 你才會執行死刑 所以死刑對你來講 根本就是一個選舉工具 死刑就是政治任務 在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廢死團體 其實在這個裡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講喔 這些死刑犯 為什麼他可以一再的輪迴 一再的輪迴 你看喔 每一次其實我們在 在這個關鍵時刻 也講了很多次的 很多的殺警案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在討論說 這些死刑犯 因為廢死團體 他弄了一個SOP 什麼意思 如果你今天 好我們今天犯了一些違罪的話 我們還不一定找得到律師呢 但是 如果你是犯死刑的話 廢死團體就出現了 馬上有律師 對 你不用擔心 我們這個有免費的 好 人權律師就出來了 他就告訴你三招 什麼叫三招呢 你一進去 你一定要有個宗教信仰 沒有關係 你要信佛教也可以 你要信基督教也可以 反正你第一個你就要抄金 然後呢 抄金要寄給誰 寄給法官 然後呢要寫個道歉信 寄給誰 寄給你的家屬 這個時候呢 殺害的家屬 被害者的家屬 就算你不願意 沒關係 這些律師都會教你 甚至呢 這些人 我不願意原諒這些被害人 廢死團體 還會去按你門鈴 你為什麼不原諒他 你這樣子是不文明喔 你還會當時去跟他講 去騷擾被害者家屬 對 逼迫你 你要接受他的和解 好我們講一下 剛才講的這個五米城 他犯了什麼事情 殺了前女友之後呢 假釋 後來又殺了一個 他的前女友 第二個女友 這時候他被抓去關了嘛 你就覺得說 這應該要判死了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廢死團體就出現囉 欸 故事來了 一樣 你先寫信 你先信教 然後呢 先抄金 抄佛金 最後呢 你要請你的家人寄一張支票 給他的家屬 被害人的家屬 然後呢 欸 我才不要你的臭錢呢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你的道歉 他們要把這支票退回去 查無此人 退不回去 對 你要強迫你和解啊 退不回去那你要怎麼辦呢 好 其實吳敏辰他在高院的時候 來來回回來來回 因為有這個人權律師在幫他嘛 來來回來回 你知道嗎 他每一次在高院的時候 記者拍到他的時候呢 他來開庭 都會帶了一抹微笑 帶了一抹微笑 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這麼兇慘 殺了人家 然後呢 你來開庭還帶了一抹微笑 可是呢 當你在法庭上面的時候呢 如果有被害者的家屬在的時候 他前面都沒有意思喔 應該是有人去教他 因為是最後一庭 在高院的 最後一庭的時候呢 突然 要被法警帶走的時候呢 跪了下來 強迫 我剛才講的是強迫和解嘛 對 我強迫道歉 請你原諒我 請你和解我 家族當然當庭就說 我咱不要咧 你在害我們家家破人嗎 什麼的 但是這個東西 他不是給你家屬看的 他不是希望得到家屬真心的一個諒解 對 你知道為什麼 我也同意圖二姐講的 這些廢子團體 要下18層地獄 如果有19層地獄 我覺得你都應該下去 你跟八層都應該什麼都要做 為什麼呢 剛剛講的 你不但沒有三張正義 剛剛講的 你說你三張的正義 可是你去騷擾被害者家屬 你不再騷擾被害者家屬 你還進行各種的一個干擾 這也太可惡了吧 對 所以呢 他只要把這些SOP 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你要裝病 裝瘋或什麼的 然後再把它操金 甚至有些人 如果你被害者家屬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嘛 我寄支票給你 然後呢 我把地址改掉 讓你退不回來 我強迫和解 我當庭跟你道歉 不然就是說呢 寫信給法官 如果家屬不理我 我去打動法官 我去打動法官 然後呢 我打動法官的時候呢 那就有機會 逃過一死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 吳敏成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政府真的生病了 你知道嗎 吳敏成 他被法院判死的時候呢 廢死團體一直跳出來說 你們太離譜了吧 怎麼可以判他死刑 我說這樣子還不判他死刑 對 連殺兩個人 檢察官只有求處無期徒刑 你怎麼可以 法院可以判他死刑呢 後來呢 我們有記者 就去找到那個檢察官 其實我們檢察官 他非常的無奈 他說當時他的法務部長 是王清風 王清風他就是廢死派的啊 所以呢 不准他 起訴死刑 檢察一體 他就希望說 大家不要去求處死刑 所以 他為什麼會逃過一死 很大的問題 他沒有被處死 他當然沒有被處死啊 因為你把SOP做完了 你怎麼會有問題呢 所以當時候最大的問題就是 檢察官 他只有求處無期徒刑 到最後 法官雖然一度判死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 又有這個生死辯論題 加上我們剛才講的 有去和解 有去道歉 所以呢 回到那一句 重點了 有教化可能解案 所以他就沒事了 所以他就沒事了 在這時候 等待死刑的這個囚犯裡面 我很驚訝的是 有一個金氏媳婦 他把自己的媽媽 把自己的婆婆 把自己的先生 而且他幹嘛 他是要去騙這個保險金 而且他把他自己的媽媽 是直接的推到了這個下面 推到下面以後 還把他媽媽給勒死 對 他居然還沒事 保險你現在講的這個 就是金氏媳婦林雲汝 你看他就長這個樣子 那事實上他在2013年的時候 死刑就已經定驗了 但是沒想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還沒有被枪 執行槍決的一個情形 那事實上對劉家仁來講 他當初嫁給劉家 他殺害了他的老公跟他的婆婆 就是劉家 他說劉家仁就在那邊講嘛 你應該還給劉家一個公道 到目前為止 居然沒辦法還給劉家一個公道 對 好 那他到底幹了什麼事 保險他加入這個劉家的時候 應該劉家他們做小生意 原本生意還 原本還生活過得去 但是這個林雲汝 他就迷上了六合彩 開始賭博 那賭博的時候一開始賭 越賭越大越賭越大 就欠債 欠債欠得非常多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不要這樣子 你不要再賭了 你這樣賭下去的話 我們真的受不了 那於是呢 他在2008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心裡不開心 他就回到他的娘家 然後他回到他媽媽家 回到他媽媽家的時候 沒想到他媽媽就跟他說 欸 你在外面 你蓋多少桌 一直有人來 我們家裡說你蓋桌 你偷笑 你錢得比較興興 結果他跟他媽媽 就一言不合 兩個人就在吵起來 吵架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他就推他媽媽 從他的媽媽從樓上 就這樣推 坐到樓下就這樣摔下去了 摔下去的時候結果 原本你當時去救他媽媽的時候 還有可能 結果沒想到他沒有去救他媽媽 沒有去救他媽媽的時候 他媽媽就這樣死掉了 他死掉的時候 他也不以為意 結果沒想到他媽媽過世之後 沒多久了保險公司 就在聯絡林雲汝 就說你媽媽過世之後 你又這個可以有505萬的 這個保險金 他就牽一牽說 還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於是他就覺得這樣 他回去之後 他馬上就把 要跟他老公說 老公啊 你跟這個婆婆的 這個身分證把它拿出來 他保他們兩個 兩個都保了900萬 各擺900萬 結果900萬之後 沒多久之後 結果他後來他婆婆 突然有一天肚子不舒服生病 住院之後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他居然來 在他婆婆的點滴裡面 打了安眠藥 然後又打了這個 這個所謂防腐劑 讓他婆婆就這樣往生 往生之後 因為那時候欠錢很急啊 你在保險公司 都還在談了沒多久之後 他老公又常委員住院 住院之後 你知道他又要開始要 毒害老公 又乳法炮製 什麼乳法炮製呢 他就直接把農藥 打到他老公的身體裡 這個點滴裡面 然後老公過世 所以三個人都過世了 三個人後來保險公司 才覺得很莫名其妙 而且他最後還幫了 幫他的兒子 還幫他小姑 都保了保險 自己兒子都保險 對 所以有可能 還要再殺害兩個 但是因為保險公司 已經查獲這件事情 趕快去跟警方講 結果後來就發現到 他真的就是這樣子 結果他沒有 殺了三個人 而且當然是被判死刑 但是在判死刑的過程 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他開始提出視線 視線說 他也提視線 對 我這個智能不足啦 我這個精神障礙 用這樣的方式來這樣 就一一都被駁毀 後來到了2013年的時候 我們法院去說 你就是定驗就是如此 可是問題是2013年死刑定驗 到目前為止 他每次只要說 要這個執行死刑的時候 他都在名單上面 但是他一直都沒有執行死刑 因為一次只打一個啊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我看我的民調高低 我就打一個啊 所以你看他殺了三個人 對劉佳人來講的話 就如同剛才這個刑警的姊姊 講的這個所謂被害者的家屬 那到底要由誰來保障呢 好 所以加美 幹的 今天這兩個被害的警察 大家就要去查 你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按照現在台南市警察局 所兜出來的這個整個原貌 有可能是那個靈性嫌犯 他是刻意的 他根本就是要殺警奪槍 因為不然你講 我本來以為說 會不會這兩個人平常沒有訓練 沒有欸 曹瑞傑是健美選手 他非常強壯欸 你要不是被偷襲 你要不是身上沒有槍 你根本不會這個樣子 是 保健哥 其實在過去這幾天 其實我們聽到的都是嫌犯的公辭 說什麼啊 我在公墓裡頭喝酒 警察突然來找我 那對我開槍 對我噴辣椒水 我才會情緒失控 遲到去砍殺他嘛 但是現在進入到檢方 進入到院方 這個機家庭都已經開完了 台南市警察局 這個警車上面的行車記錄器 作為證據已經送到法院去了 現在畫面內容已經有初步的曝光 畫面內容是什麼 不是說我查到車在這個公墓裡頭 我進去繞一繞 找看有沒有車 不是 是我在跟的時候 這台車已經在我面前了 就他刻意鑽到小路裡頭去 所以把警方引誘到這一個 產業道路裡頭去 產業道路裡頭沒有車嘛 發生什麼事情 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啊 所以懷疑 你說這個靈性嫌犯 刻意知道警察在後面跟的時候 他把他帶到產業道路 對 沒錯 而且進去之後 這個圖器明底先下車 然後還跟學理長說 欸 車沒好停啦 你就回轉一下 就下去之後 看沒有人 現在懷疑 這個嫌犯 他就是在草叢裡面 直接跳出來 近距離直接一刀就直接下去 朝頸部來做攻擊 所以意圖很明顯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奪槍嘛 所以因為我一路看到警察在追我 我不想再回機率裡啦 所以今天台南是警察局長 才說他是為了奪槍 對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看到這張圖 疑點非常的多 說什麼被噴辣椒水啦 什麼之類的 現在方向你已經 明確的講了 這個看到行車紀錄器 就是很明顯 他一剛開始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躲警槍 而且還有一個部分 戳了他的謊 什麼意思 他講說警察對我開槍 噴辣椒水 所以我才會勝怒之下 才會攻擊他 但是注意到喔 現在 驗這個 遺體檢驗的結果出來 發現 屠明層的手上 是沒有火藥反應的喔 就代表屠明層沒有開槍 對 沒錯 所以就表示說 你這個林信武現在這說法 完全不成立嘛 你說你對我開槍 我才生氣啦 但問題是手上沒有消煙反應 那不是就證明 你就說謊嗎 根本沒開槍 而且再來 另外一個 就是曹瑞姐了 剛剛把一個講到說 一次要幹掉兩個警察 你會不會是弱雞啊 是不是體力不好 但你仔細看 陽光行男有沒有 而且還參加這種健美比賽 所以身體很壯 力氣很大 你知道 你身上的肌肉結面積 跟你的力氣是成真比的 如果他有這麼強壯的肌肉 代表 他的反應 他的力氣是很大的耶 對 所以如果說今天就算 我下車我要跟你搏鬥 競爭搏鬥 我還是有勝算的嘛對不對 因為我肌肉力氣這麼大 但是問題是 對方有槍 對方有刀 所以但是問題是 曹瑞姐身上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一罐辣椒水 難怪 他的哥哥就特別提到了 今天我在跨區辦案的時候 我怎麼會沒有支援 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弟弟去支援的時候 怎麼會沒有帶槍 他特別強調 我的弟弟只要有帶槍 狀況就不一樣了 因為哥哥一定知道 弟弟的體格真的非常的好嘛 那所以我今天出勤了 為什麼會沒有帶配槍 而且再來 我從二分局跑到三分局 我已經跨區了 我已經在追一個 可能是現行犯 那你怎麼沒有通報呢 為什麼三分局沒有派人來支援呢 今天哪怕是任何一個支援的警力來 有配槍狀況都不會是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用槍史極是值得討論的一件事情 大家不敢開槍 為什麼 因為警政署認為說 因為大家怕寫報告 所以今天副組長林順霞出來講說 從現在開始 兩個狀況 你是對空名槍 沒有打到人 沒有造成財損的話 你就不用寫報告 本來就不用寫報告 大家大膽用槍吧 我們今天去問了一個計程員警 他說拜託 問題關鍵不再寫報告 重點是我這一槍開下去之後 我可能要上法院 我後面可能有六年八年的訴訟要走 而且如果我今天打傷人了 我還要去民事賠償 賠給對方的家屬 這些不是寫報告 我開槍不是為了說 我怕寫報告 所以現在人家講說 警政署你這樣子講法 你根本就是講屁話啊 你根本根本搞不清楚重點 對 而且今天更好笑的是 今天台北市檢察局 為了讓大家不要開槍 用了什麼東西 我用了網槍 用了一個這個防暴鋼叉 像豬八戒的那個叉子一樣 我把你這樣吐著淵遠的 你就沒辦法靠近我了 新北市檢察局用了電擊槍 但問題是你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在之前鐵井案件發生的時候 就說要人給人要錢給錢嘛 這些東西當時都說要買啊 現在三年過去了 有買嗎 都沒有嗎 都沒有啊 所以那你現在好 你這些東西你沒有到位 那你展示這些東西 不是也是作秀嗎 那你警政署現在又出來講 就是說 你就大膽開槍不用寫報告 但是基層員警的心聲 現在看來警政署是沒有聽進去 沒有他今天看完了這個解剖 大家就非常痛苦 那個過程真的非常不忍嗎 你想想看兩個警察 一個17到一個38刀 你已經受到這麼樣的傷了 但是我相驗 我必須家屬在旁邊看 我必須要從你身體上面 開一個歪字形 打開來看 你到底哪一邊的傷口多深 哪邊會是致命傷 所以可以看到圖明神 他當時身上 他頸動脈被割破 頸進脈是整個被割斷 所以你就知道 他第一刀下去的力道有多大 所以他姐姐才會看完解剖的時候 我講就是說 他第一刀就是朝我弟弟的頸部來攻擊 所以意圖很明顯 我就是要殺警 我不是什麼被激怒 所以我第一刀就是要讓你死 所以她姐才講 原來為什麼是9秒 原來他是躲到草叢裡面 然後第一刀割到喉嚨 然後他講說 他就算是喉嚨被割傷的時候 他還奮力抵抗 對 因為其實 你第一刀從後面跳出來 來攻擊圖明神頸部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開始失血了 那下一步 這個林姓前排開始 要去奪他的警槍 那因為警槍裡頭有卡損有暗鎖 其實要拔沒有那麼好拔 但是圖明神那個時候 是耗著最後一絲的力氣 其實從那個行車記錄器的圖 可以看到 他的左手還拉著林姓吳的手 就是要阻止他 不要把這個槍給拿走 所以我不得不說 圖明神真的到了最後一刻 都還在捍衛他的警槍 不要被警察奪走 所以那一張照片就非常重要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看得出來 其實你就是預謀方案 但是我覺得 更可怕的一個點在於就是說 他今天事發之後還有辦法 有能力去思考說 我怎麼知道斷點 再來講說 我是喝酒被警察激怒 我慎怒之下才去殺警察 這是脫罪之詞啊 就表示說我在當下 我可能沒有辦法 去控制我的行為能力 那沒有行為能力的話 我到法院上面來講 我是朋友機會就可以逃死 無期徒刑甚至判得更輕了 為fig法判得更 pictures